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异议常常被跟当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和引入外资相提并论 中国上个星期末推出了可能成为历史性的新一轮改革的长长清单 一些细节逐渐出台 例如一胎化的政策终于开始松动 符合条件的一对夫妇如今有可能要两个孩子 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其他具体实施细节还不清楚 很多政策的实施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 总体来说改革蓝图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某些希望 例如政府承诺将减少对新股上市的干预 新股上市审批等待时间也将缩短 另外对农民耕种土地方式的限制也将有所放松 财产税将进一步扩大 由此可能带动的经济发展活力 能够使目前过热的市场得到稳定 当局还承诺逐步引入市场导向的价格体系 用于调节水 油 天然气等电力资源的供应 可以想象大型企业收入将会因此受到影响 不过从目前金融市场反映的情况来看 对新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总体反应 似乎还是正面 香港的一位分析人士说 我的看法是过去十年来尽管很多改革措施不到位 中国民营经济部门还是在很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 可以这样认为 随着中国中央政府更多政策的落实 中国经济的效率将达到新水平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更多所谓软政策方面的改革 例如合同权益法 知识产权法的改革 以及处理好中国国内城乡间的移民等问题 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国内的稳定 在另外一方面 很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 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听起来好像还可以 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经验告诉人们 实现政府宏伟目标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那些处在改革前沿的政府机构 如何落实有关政策 将成为中国国内外舆论 首先密切关注的焦点 美国之音VOV卫视新闻报道